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大梁新的一期视频啊 然后今天视频呢 准备换一种风格啊 然后给大家做一期视频啊 我们的正统开箱呢 是会放在这个露脸之后的 露脸之后的 好多人都说啊 说那个大梁 你为什么能用脸吃饭啊 这个为什么还要靠自己的努力呢啊 等会你们颜开了嘛 好了 我的这个言归正乱啊 然后今天视频呢 我们是换了一种风格啊 然后我也自己预备了一个小本本啊 这个小本本里记载了很多大梁那个在视频中要讲的一些东西啊 因为脑子这个确实咱们有限啊 这个记忆力有限啊 好多知识可能在讲的时候就忘了啊 不知道怎么说了啊 所以说为了不记性发挥 我们还是拿一个小本本记得记录一些东西啊 今天呢 我们要讲的这个东西呢 是会在我们的开箱视频中出现的 所以说呢 大家 可以想期待一下吧 嗯 好啊 我们打开我们的小本本看我记录了些什么啊 今天我们呢 给大家做这个吐蕃鼠的啊 这个介绍 那前两天呢 我也看我们这个 我的一个小伙伴啊 叫做子木 他是专门养这个 这个松鼠啊 养松鼠的 然后他也养这个小鹦鹉啊 啊 还有什么土拨鼠啊 他都训练的特别好 前两天呢 我就看他新买了一只这个土拨鼠啊 在自己的宿舍里养 据说还是比较好饲养的啊 现在我们来简单的介绍一下 嗯 首先呢 我们分为三个部分吧 啊 第一啊 我们常见的家养吐蕃鼠啊 到底有几种 首先第一种啊 汉坛啊 你可以理解为这个陆地上的水坛 因为它叫汉坛 啊 汉坛 就是我们常见的那个 啊 那个那个呢 其实叫做汉坛啊 汉坛 那个就是 嗯 吐蕃鼠的一种啊 然后我们来介绍第二种啊 第二种呢 草原黄鼠 草原黄鼠呢 在我国也有分布啊 非常的小巧 一般呢 生活在草原上啊 啊 大梁也是有幸在之前去张北的时候啊 张北草原的时候呢 啊 在人家的这个田地间啊 发现过他们的踪影啊 但是那时候 呃 没有时间去啊 这个 录一下视频啊 或者说是去找他们玩耍一下啊 那会儿没有这个条件 所以啊 放弃了 呃 以后有时间呢 会带着大家去一趟张北草原上啊 然后啊 去见一见那些小家伙啊 啊 然后是黑尾土拨鼠啊 黑尾土拨鼠呢 就是啊 啊 紫木同学呢 啊 在宿舍里养的那一种啊 黑尾土拨鼠呢 和草原黄鼠一样啊 他们都属于这个松鼠科的成员啊 你没听错啊 就是松鼠科的成员 那今天我们视频中的呢 就是这个草原黄鼠啊 大家呢 呃 一会儿可以观察一下啊 他到底是不是很像松鼠 那第二个呢 我们要讲啊 到底这个三种土拨鼠啊 哪一种更适合在家中进行饲养 那首先啊 第一种汉塔 啊 首先呢 汉塔的体型较大 又是国外的品种啊 然后一般生活在这个啊 高山的这种土拨上啊 或者是平原草原上啊 嗯 所以说 呃 他可能携带一些病菌 或者说是疫情啊 然后还有寄生虫啊 这是 呃 包括我们的草原黄鼠啊 也是会有一些这样的情况发生啊 所以说 呃 不太适合啊 这个 呃 我们带到家里进行饲养啊 然后 为什么今天我买一只草原黄鼠啊 然后一会儿我给你们做深度的解释啊 呃 第三种啊 黑微土拨鼠 黑微土拨鼠呢 是最适合在家中饲养的一种土拨鼠啊 这个是为什么的啊 因为这个 呃 黑微土拨鼠啊 在国外啊 呃 的家庭中被蜀养了很久 他们繁殖了一代又一代啊 呃 对人类没有过大的排斥现象啊 或者说过激反应啊 首先他不会咬你 不会挠你 不会抠你啊 也不会骂你啊 呃 然后呢 呃 这个小家伙呢 他们在国外啊 还有专门的这个疾病管控措施啊 甚至连配套的疫苗啊 都是有的啊 所以说呢 通过正常渠道啊 这个进口到国内的啊 在家中是对人类啊 产生不了任何危害的啊 所以说 呃 黑微土拨鼠呢 是最适合在家中饲养的一种土拨鼠啊 呃 它的体型呢 相对也不是很大啊 呃 嗯 挠挠痒痒痒啊 有啥可看的 呃 呃 鼻子痒还不能挠呢 这是 呃 还有什么要讲 好像也没什么要讲的啊 这个 呃 然后我们现在呢 就把这本书扔掉啊 这个书上记载的东西 我已经全给大家啊 读完了 现在呢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为什么我要 呃 买这只草腰黄鼠啊 第一呢 这个草腰黄鼠呢 是 就是 呃 我群里的一位小伙伴啊 他跟我也是 呃 观看我视频很久了 啊 算是我一个死忠粉儿 他呢 也送过很多礼物啊 然后这回说 梁哥 你想不想试一试这个国产的小土拨鼠啊 这个又叫戴尔贼啊 然后说我这里呢 有啊 呃 说送你一只啊 我说 那个还是别送了啊 说买一只吧 是吧 呃 我也体验一下 呃 我也对他咨询了啊 这一批小的 他的这个草腰黄鼠呢 是由他自己这个继续繁殖的啊 他和他的朋友啊 继续繁殖的 呃 繁殖之后呢 这个也是养到这个 呃 可以啊 出国了啊 出来送过来的 呃 并且呢 这个从小就经过人类的这个训养啊 就是经常的抚摸他呀 然后让他习惯在人类啊的生活中啊 生存啊 然后他也是不会对人进行攻击的啊 然后这个 至于检疫啊 这个咱们没有专门的这个检疫机构啊 我说带一个号子去检疫机构 你给我看看这有没有病啊 这个 我估计人家那也不会说那个专门给我做的啊 除非我花很多的钱 我感觉也没必要啊 一般家庭繁殖的应该还是没有什么 啊 呃 太大的这个疫情发生的啊 所以说 呃 我还是比较放心的购买了啊 还有个就是 呃 这个东西呢 是我同市的家的孩子啊 这个中考完了啊 准备买一只小橱啊 刚开始选择养仓鼠啊 呃 然后我觉得呢 仓鼠呢 呃 其实啊 不是很适合饲养啊 这个虽然它很可爱 很小巧 但是 呃 首先呢 如果是两只一公一母啊 一起饲养 但首先呢 它是环制力超强的 第二呢 它是会互相攻击 互相蚕食的啊 这个很凶悍的一个品种啊 别看它非常的小 然后这个呃 呃 仓鼠的脑容量也不大啊 它会咬人的啊 呃 有大部分呢 我感觉的 感觉都是会咬人的啊 呃 可能是大量的一点偏见吧 啊 我跟说我不推荐他养这个啊 我说 既然有这个小土坡属的这个机会呢啊 还是 呃 体验一下啊 体验一下 所以呢 今天就买了一只 好了 这个之前呢 也给大家讲了这么多的内容啊 我们接下来就看我们的开箱环节 跑 jail 1 Cr坡属虎 嗯 Apply י 嗯 嗯 嗯 这个小家伙后腿有点无力 可能是这个路上太热了 有一点点虚拖了 我摸的身上也是有一点点湿湿的 这个是可能是出汗造成的 一会儿呢 我去给他 喝一点水 因为这个是我给我的这个同事家孩子买的 所以说就不放在我家里进行一个饲养了 饲养这种小家伙呢 建议47基础楼 还是要水壶 然后加食物 食物呢需要这个颗粒状的粮食 尽量少喂一些这个水分较大的果蔬 因为这个他们的肠胃可能并不能很好的适应这些东西 而且再说一点 这些水果果蔬是不可以 当水啊 这个喂给这个宠物的啊 他们是要进行饮水的啊 而不是说从食物中啊 获取这些所需的水分啊 好了 今天的视频内容呢 就这么多了 非常感谢各位小伙伴的观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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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 优优独播 优优独播